声音嘶哑是喉部肿瘤最常见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但不是它独有的一个表现 因为像声带水肿呀 甚至像慢性声带的一个炎症 或者声带的一些小结 病因也会出现声音嘶哑 一般来说声音嘶哑的时候可能会容易被病人忽视 除非声音嘶哑的时间长 病人可能才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初期症状过后 病人可能还会有咽喉部的疼痛呀 咽喉部的不适 异物感 甚至有时候会有咳嗽 然后痰中带血呀 这些症状就是喉癌的一些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 在喉癌继续发展也可能会有呼吸困难 可能还会有吞咽困难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出血呀 这些就是到晚期喉癌的一些症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